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學好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去學習什麼字呢 泰國的泰這個字 我們都知道這樣寫 對不對 那很多人我還看過 他把裡頭寫一個水喔 我想知道 老師如果寫成水的話 是不是就錯了 到底泰字的下半部 是否能寫成水呢 你知道嗎 草頭黃 是 我們就知道 所以它上面 我們在想韓鈴字跟草有關係嘛 那這個字還有古字嗎 老師 這個本來用法絕對超重大一條字 究竟黃字的演變由來 有什麼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呢 它是一個五星級的 最高級的廚師對不對 那我要問你 你知道廚師的台語怎麼說呢 廚師的台語 你知道該怎麼唸嗎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進行鎖定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學好字